现在在忙什么 马上两会要登场了 当然除了这个谈判上 每一次谈判 都是面色临重走出来之外 可是其实对他们国内来讲 更重要的是两会即将召开的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两次会议里 包括政协第十四届的会议里面 三月初北京召开 会不会对经济这个议题 有新的重点政策推出来 引起很大的关注 那其中大陆的国家统计局表示 去年的GDP达到了126兆零582亿 所以增长的是5.2个百分比的幅度 所以这样的幅度跟外界说 哎呀你经济很差 看起来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中国在两会前 支撑人民币汇率也是一个做法 监管机制采取措施 暂缓下调短期利率 也是为了要保持人民币的 跟美元的汇率平稳 信心才是最重要的货币信心 那中国两会期间 北京还有一些禁令措施 包括了禁止低慢小的航空器飞行 一切可能在两会期间 有无人机这些活动 通通都禁止 2月26号开始 两会会议闭幕 进入北京的邮件快递 也会进行二次安检 否则不得投递等等 就有很多的管制措施 在两会开会的期间 那当然中国24名人大代表 被除名降临 占了一半包括了秦刚 也成为昨天大家很关注的新闻 最近公布的这个文件显示 一年之内有24名人大 包括了前外交部长 消失了很久的秦刚 通通被除名 而军方像先前大家讨论过很多 就也证实解放军里面 有10个人代表被除名 还有一个人叫做李尚福 李尚福在两会登场的前夕 也释放出 是不是表示要 接受秦刚请辞人大职务 代表着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而这个秦刚已死 这个传闻也证明 他还在人间 所以有没有可能 包括李尚福被移除职务之后 被安排个闲职到其他职务 代表他安全着陆这件事情 也要观察 那当然这跟过去的惯例 会不会有可能 有这样待遇跟安排 也就看 当然那些内容 实在大家不清楚的 但法新社怎么关心这件事情呢 他说王毅其实被发现 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老大 什么意思 就是说秦刚在2022年12月 突然被解除了职务 7个月解除职务的时候 是一个很让人 尤其老外觉得很惊讶的 这样的震惊的决定 他接王毅接了下来之后 更没有本来传出各种可能 刘建超谁要接任 都证明了王毅的影响力 跟关键在外交这个领域上面 被重用的程度 而另外中国大陆跟澳洲的关系 也被形容是升温了 这已经一段时间的铺陈了 现在北京跟坎培拉的关系 在长期解冻 已经解冻 现在在解冻的阶段的时候 王毅接受了要到澳洲去访问的消息 大概是3月下旬 那讨论要讨论什么呢 之前很多澳洲的葡萄酒 龙虾 这些反倾销 限制等等的消息 澳洲贸易部部长 还有跟大陆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在见面的时候 就提出了交涉 就有可能澳洲的葡萄酒 关税复审 预计3月底就会结束 而这个时候 王毅要访问澳洲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宣布呢 所谓218个百分比的高请 反请销税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取消 也是双方最大的善意 不过当然澳洲前总理莫里森还是说 绝对不能被中国迷惑 仍然有反中派在澳洲 中国是澳洲主权的威胁 尽管中国改变了战狼外交 但战略不变 澳洲绝不能被迷惑 但问题是整个主流的路线 现在看起来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亮哥 怎么看现在在人大开会前夕 发生了这些一连串的事件 我是觉得还好 王毅当然 秦刚当然有可能到贤职 因为他的情况跟李尚福 涉案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尚福军委已经被拿掉了 防长也已经换人了 可是秦刚还是有事 只是说那个情节没有 如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搞不好是被波及了 可是因为调查报告没有公布 我们不知道 可是综合大陆市场还是有很多 跟外交部相关的外围的团体 他可能也会有角色 这个不然不会是这样的一个 轻轻的一个公布 比如说李尚福那个时候被军委除名 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认为他有事 就直接大陆的媒体就这样讨论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两个人确实有轻重之别 那至于大陆的经济 我觉得他现在也有点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不是要降息 什么时候开始 你不知道 没错 那他们也担心一种状况 就是如果美国现在还在升息的情况 你如果你贬 贬的民币贬太多 那你资金还会再继续外流 所以刚好这个时间 因为你现在3月4号就要开会了 所以他不会那么快做决定 然后他基本上汇率 因为他现在进口跟出口也快要 那个进口的 他目前都在鼓励 要扩大他自己的进口市场 所以人民币也不能 汇率也不能太低 所以他现在双引擎了 然后又卡在美国降息还没开始 所以就有一点 这个时间我认为拖着 拖着就是说 你太早做决定 那刚好让美国这一波的货币战就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 为什么中国股市一直 虽然回到3000点 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有点不确定 因为这个货币政策 他跟美国之间的盘还没有完全确定 定下来 还没有定下来 那如果定下来美国是确定降息 那美国股市肯定会有很多的钱会跑走 这个 因为他本来会有一些固定收息的一些投资 就会离开 那他一定会往各地跑 那中国一定是其中之一 那至于澳大利亚 你也不要对他激望太高 说实在他跟中国大陆 就是经贸上有改善 然后对政治的敏感话题 他避免不要去碰 可是他跟美国是五眼联盟 这样的一种战略 尤其是军事上的关系 我认为那个是不可能改变的 因为他毕竟就是五眼联盟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 他这个军事上跟美国同盟 这样的一种稳固的关系会有所改变 我认为不太可能 就跟日本一样 日本你 你看日本在热络 最近也开始像中国 就是说希望大家来会一会 可是他是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所以你也不要激望太高 韩国也是一样 多半都是经济上希望跟中国能够趋缓 大家都合作 可是我认为军事上是很困难的 军事上困难就会联动到政治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经济上的利益先拿回来一起 但抗中的立场还是得跟美国一起 很难改变 活源 这样子 首先看大陆的经济 现在好像唱衰看衰的也不少 假新闻也不少 那知知觉觉的我们时间有些人不讲 我大概讲三个角度给大家看 第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大陆你看衰他不会衰 他绝对不会衰 这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成长中的经济体 他还没到起飞的最高点 然后就开始平反 还是成长中的一个经济体 然后更不要忘的是 他的整个的政府 不会因为选举而改变 所以他的整个的策略 是可以一贯性的 而且他拥有手上的工具 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来得多 因为所有的工具 政府要用的时候 要很多的撤走 他这边里面没有什么撤走 他只要经过论证的结果 应该要这样走 他们就会这样下去 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看中国大陆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经济 必须要从这样的角度 而不是习惯于西方的角度来看他 再过来他的本质上 他体量过大 那个体量之大 是你很难想象的 第二个 他还有后续成长的空间 第三个 他自此能掌握到的变数 越来越高 这个也是你在看大陆的经济里面 你必须要拥有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就以这一次的春节 过年来看 你说他要摔款下去 我好像觉得怪怪的 最后一个 看得出来他现在会有两点 我看是会认真做的 第一个 就是他的产业升级 是他现在必要的一个目标 然后新基础建设是他推动的 这个东西的带动 是只有不断的加码 他不会有减码 第二个 新民生用品的替代 可能会是一个 新的内需市场里面 蛮大的一个作为 那至于这个秦刚这个等等 传闻会长得多 但是各位请记住一件事 在中国大陆的潜力体系里面 人大跟中央委员哪一个重要 当然是中央委员重要 能够举身之后 就好像在大陆的时候 这叫领导班子 所以当他的中央委员 没有被拔掉 然后他的人大是自己请职 这证明是有患有多大的问题 我是戴上 我是个人 他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不是腐败的问题 也不是政治的问题 是他个人 私人 私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才是一个重点 而不是政治问题 不是腐败问题 不是剧力问题 是他个人 这个个人里面就包含很多的部分 至于这个跟各国之间的关系上 基本上大事不会变 这大事不算 中国大陆拥有的经济的影响力 这个大事大概是变不了的 美国想应用他的力道 来要求大家坐上桌来吃饭 不要变菜单 有没有 这个大概也变不了的 所以这个博弈之间 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魏老师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我相信 就是用两会来谈到 大陆目前经济的现况 首先要涉及到一个制度上的理解 因为大陆这个 他这个民主叫做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定要了解就是说 他有他固定的 就是两会人大或者政协 他们所开会代表 这个两会的话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现象 基本上大家就是把所有觉得 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拿出来改 所以说两会在召开的时候 有一部分就是要通过什么事情 大家讲到说的照本宣科 可能是橡皮涂上 但实际上的话 他有实际上的内容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3月4号 3月5号马上很快 就要开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开会实际情况 对大陆目前为止的话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昨天是特别把 公布秦刚本身来讲的话 请辞人大代表的这个 我看了一下 好多人 就是有的是贪污的 然后还不少 大概一半以上 打贪反腐的 秦刚我特别看了 就是比较平淡一点 平淡一点的话 不能够解读成为 高高举取 轻轻放下 不能够解读这样子 因为实际上的话 他确实是有错误 感觉上这个错误 的确跟贪腐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这个是旧资料要讲话的 另外的话 我觉得讲到莫里森的观点 就讲到澳洲的关系 我觉得他非常特殊 因为他要离开议会了 最后的演讲当中 他觉得的话 就是他本身的立场来讲 是这个情况 但是澳洲现在 接下来的阿巴尼茨的话 就不会听他这一套 澳洲本身的脑袋非常清楚 对于美国要求澳洲做什么事情 能配合就配合 但是经济 基本上是比较重要的 澳洲的话 龙虾 红酒都是小咖 大的是他的铁矿 什么其他的这个 原物料 对 原物料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国际政治 大家都要看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要听什么话 可以选择 要什么是固定的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一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大家都在之前看到 外媒的报道说 秦刚又怎么样被消失 或李尚福又如何如何 但他们竟然都现身了 那怎么样的现身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 请辞的消息出现了 消失了李尚福 又一个职务被拔了 中央军委名单里面没有他了 彭博社有讲到 中国大陆的前国务委员兼防长 李尚福已经从中国的 这个国防部网站上面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 委员名单当中已经被移除了 那另外呢 秦刚也传出来说 他有这个请辞的这个消息 人家惊讶说 哦 原涵秦刚还活着 所以也等于说间接反驳了 他这样的一个死亡的消息 那官方公布出来 他辞掉了这个人大代表的职务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官媒 27号的报道 说他请辞第14届 全国人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 而且还包含了这个 人大委员会这个决议 来接受请辞 所以这个 这两个消失已久的人物 现在看起来都 只是出来请辞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看 人大年会前 这个秦刚请辞人大代表 这个词这个字 其实也让大家有一些解读 因为终止秦刚人大代表资格的方式是很奇怪 是在取消的一批代表资格当中 使用的都是决定罢免谁谁代表职务 但是讲到了秦刚 人大委员会的公告是这样表述的 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接受秦刚辞去第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 而不像其他落马的官员那样是直接罢免 那被罢免的代表说 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把柄 或是工作失误 不称职 不履职 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不合适 辞职就不一样了 程序是比较简化 所以外界不需要过多去跟他们 跟外界交代原因 辞职者是不需要怎么特别的理由的 那感觉上面秦刚事件这个事 就疑点 就是感觉好像高高举起 被轻轻放下 因为3月4号5号 两会在北京就要举行了 那现在本来应该在去年秋天召开的 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也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迟迟没有办法开 你看到这个法广就在讲说 这是难以处置秦刚 或者李尚服 是不是有所关联 那决定罢免 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严重 可是官方现在目前公告出来 是秦刚辞去了地方人代会 而决定接受的说法 好像对于秦刚是留有余地的 所以外媒就算 就是这样的解读 人家讲说 是不是代表着想要影射说 习近平政权不稳 又有开始想要唱衰 中国这样的一个嫌疑 再来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的外交持续正在进行 那王毅原本大家讲说 会不会有人新的人选来顶替王毅 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宣布新的人选 他是继续续任外长 那中共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 只是又承担了更多的外事活动 涉外的团队也陆续在补齐 所以现在看起来 人大常委会没有发布新的外长 就是由王毅继续来担纲 这个主要的任务 因为其实 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对美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 王毅还是最有办法来应对美国的 他这个经验是最丰富的 那王文涛的话 他现在在阿联酋跟沙特这边 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多国的部长 正在推动双边贸易合作 以及扩大投资 那他讲说愿意跟阿联酋 来提升贸易的水平 那另外他还有跟澳洲的贸易部长 也表达支持澳洲 这个希望澳洲支持大陆加入CPTPP 他们说现在因为双方的关系 持续在改善 也是展现出强大的一个韧性 除此之外 美国的商会 感觉上面好像也代表出 这个是不是中美交流的回暖 那美国商会会长率团访问 中国大陆 那他们讲说 现在本周就会有这个访问的行程 感觉上面这一个迹象 是不是代表着中美的经贸改善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副商务部长 他提到了 他说现在他们接下来会有一些 跟当地的一些商业领袖 还有这个美国的商业高管 跟这个外国外交使节团的代表 来进行一些会面 那这个感觉上面好像有一些逐步回暖 但是对比一下博恩斯 博恩斯又感觉好像坐不住 要特别讲一些话 他说我们不想活在一个 由中国人主导的世界 他说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 最具竞争性 还有最危险的一个关系 而且他讲说 中国大陆呢 它是比起当年苏联 更为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想要成为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 因此美国人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 也不想要由你中方来主导这个世界 所以感觉这样子解读 好像是有一种两面手法 拜登是不是表面上面在谈商业 可是背地里一直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 好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怎么看这个秦刚跟李尚福竟然也有新消息 对 因为他现在要开两会了 所以他原来是这个可以参加两会的代表 那当然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 没有参加之前一定要 把这个为什么没有参加的原因 就是把他这个怎么样 他这个辞 辞人大代表 让他自己辞掉这个人大代表职位 免得到时候开会的时候 怎么有人大代表没来参加议会 我想他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从来没有人 那个说秦刚死掉都是传闻而已 从来就没有人证实过 而且说实话秦刚 就是说这个案子事实上的话 是非常悬疑 可是他应该还是最不及时吧 有什么好这个官不做了 然后非要让他人命也不保的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 其实他应该是涉及了一些 让他没有办法担任这个 继续担任这个职位的事件 不过中国大陆其实他过去 非常重视驻美大使这个位置 驻美大使他事实上 他当时杨洁篪 他做过驻美大使下来以后 他事实上他虽然不掌管对美事务 可是他进入了 就是中国党的系统里面 当做外事的一把手的时候 他实际上还在操控 中国大陆对美的这个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有实务的经验 他在华府的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其实秦刚会去接王毅 原因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杨洁篪要退休了 也在中共的外事船队里面 一个有对美工作经验 实战经验的人 他要退休了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 有对美实战经验的一个人 其实秦刚以他的外交养成过程中 其实他对美工作的这个经验 其实算是也是很短暂 他在大陆 他在北京 他在华府做大事不超过两年 过去也从来都没有 在美国服务的经验 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了解美国的政治 你没有在华府待过三五年的话 你都是怎么样 都是怎么样 都是物理看花 你不会真正了解华府真正什么气氛 所以杨洁篪算是老华府 所以他后来组长 中国大陆对美工作组长了十几年 退休以后 中国大陆直接一定要找一个 这有美国经验的 这个秦刚运气好 他补上了这个缺了 因为王毅再怎么讲 他基本上他是日本通 他在东京带过来来往往带过几次 可是他从来没有带过华府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真的秦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自己搞砸了 所以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要找一个取代他的人 非常的困难 而且经过秦刚例子 我想他们现在非常慎重 我听过这个刘建超 他在美国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英文是非常的好 那沟通无碍 而且人也相当的稳重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在华府实战的经验 那他要去指挥华府的作战 那我想就是还是 有一点点隔靴搔痒 那不过对大陆来讲的话 这个 所以很多国家到最后 好像人才很多 真正能用的是有限的 那也逐渐中国大陆 对外交的重视 一个外长你看 这么慎重在选举 在选拔 不像我们这边 像那种什么管碧琳这种 既没有专业 又没有这个 又没有道德操守的 居然可以做部长 就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一个部长是很重要的 你用错了像管碧琳这种 就变成把所有的脸都丢尽了 台湾的脸都丢尽了 好 来请教院老师 好 我针对两点 首先聊一聊这个用词 就是主动请辞跟被删除 或者说是被罢免 意义在中文中一听就不一样 但大家进一步的就把它解释说 因为前阵子有谣言 就是说是钱刚死了 我跟大家强调 到目前为止 我仔细观察了所有的记录 即使最严重的破记录的贪腐 也都是死缓 就是好像没有真正的 判了死刑又执行的 就没有这种事情 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在这边猜测 就是也没什么意义 但是的的确确 我觉得这里面出现了一种精神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讲的 就是说习近平对于打贪反腐 这件事情是进行到底 大家心里要想 一个国家运作的话 一个现代政治的主要的毒瘤 不就是官员假借权力之名 而行贪污之实吗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 进行到底是前所未见的力度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大家可以 心里做一下评价而已 那么敢这么做的话 说明权力地位 这个习主席是非常稳固的 所以说外媒对于中国的解读 实际上是充满了错误非常多了 另外我在这边要稍微聊一下 阿尔巴尼斯他最近谈到了 伯恩斯 伯恩斯最近谈到了 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态度 我觉得他这个讲话 也可以说是新 也可以说是旧 他旧的地方 就是美国长期对中国的立场 就是说是中美关系很重要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但中美关系 有它的潜在的威胁 有它的危险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然后这里面 就是要管控这个风险 这个是成枪就掉 这个并不稀奇 但是新的是什么 新的是伯恩斯特别在这个节骨眼 花了时间谈这个问题 而且他谈这个问题的内容 跟以前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 他一方面 在我们这边的文字当中 没有讲出来 他讲说中国有用的地方 就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财经 农产品的购买方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两者之间不能脱钩 但他这里面讲出一个 文化上对于中国要防范的 有分三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中国的威胁 比当年的苏联还大 这个不得了 我在冷战时期在国外读书 我非常了解欧洲北约 对于苏联的恐惧感 现在比较还大 来自于伯恩斯特化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他会强调美国保证 绝对不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进一步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他说得非常清楚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就是美国本身 已经把这件事情 当他的首要任务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打压中国的发展 讲得非常清楚 好 请教立将军 我觉得秦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还他一个清白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 我们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 就是说你今天只是一个被罢免 或者是说这个请职获准 但是对他个人来讲 人生的荣誉是很重要 尤其是对后代子孙 你怎么去交代 对不对 你如果说是 尤其是他那件事情 跟傅小前的事情 大家传言 说他是不是跟火箭军 把这个机密情报卖给 那等于叛国贼 但是会被骂一辈子 后代子孙都会被骂的 那在这种状况下 等于还秦刚一个清白说 你大概那个时候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 发现说秦刚可能 在品德道德上面 有一些瑕疵 但是他就是你犯的罪 还不至于倒是出卖国家 不至于到叛国 所以说我在名誉上面 还你人格上的一个清白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秦刚来讲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是我来讲的话 像我们把 我们居然就是把荣誉 视为第二生命 那如果一旦被扣上 这种叛国的这种罪名来讲的话 那可能后代子孙 永永远远远都洗不掉的 第二个我觉得说 这是用王毅继续来 这个没有派新的外长 代表美中两国 在外交上的这种战场斗争 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 王毅跟苏利文在曼谷的见面 然后之后双方出来 用的词句是什么 美国方面讲的是说 我们富有建设性 但是王毅讲的什么 是富有成果性 后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 可能美中方面 在全球外交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尤其是在什么地方 尤其是在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充足里面 我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现在来讲 黎巴顿政治党 在前几 上个月已经跟 以色列已经开火了 现在维和部队是谁 是中国派维和部队去那边 好像这火就熄下来了 那会不会是双方来讲 有这方面的一个 双方一个沟通 能够让世界不要再走向 在经济或各方面 不要再走向这种 恶劣的一个经济 让尤其是恶务战争 可能这方面来讲 美国都必须要介入 中国的力量来做介入 来做谈判 所以我相信 王毅在这方面 这个时候他负责责任 不只是跟美国的一个对抗 他甚至要负责是 全球一个和平 走向一个和平的一个境界 特别要注意到 对不对 习近平讲了一话 他说这个时代 刚好是什么 百年难得一遇的 这种大变局的时代 那这种大变局 就是美国跟中国 当然我们不希望 美中两国两强走上 这种冷战 走向两极的对抗的一个情形 可是这个时候需要 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折冲 所以我觉得王毅在这个时候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那后续的人才怎么去培养 可能中国后续来讲 还要靠人 培养人才才能够接受 王毅的工作 好 我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最近外媒的聚焦点就在说 秦刚跟李尚福 竟然竟然有了一个 新的消息出现 因为他们请辞了 他们这个国务委员的 这些职务 那我们看看 这个李尚福 他是免去了国防部长 以及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 但是目前还保有人大代表 以及中央委员的资格 这也显示李尚福的问题 感觉上面好像比 秦刚来得轻一点 没有被取消资格的李尚福 接下来两会 3月4号 5号这两天 举行两会会不会出席呢 现在外界也在关注讨论 那在微博上面 也有很多的网友 在讨论秦刚就说 他还在吗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 外媒都会声会影的讲说 秦刚是不是怎么了 好像是被消失啊 就是讲的好像是不是已经 都已经不在人世间 那样子的故事很多 那他们讲说 到底秦刚是什么状况 是不是真的身体出了一些 问题呢 不舒服呢 什么都有很多的讨论 那人家讲说 看起来 秦刚自己这样宣布 请辞的这个消息 虽然是由官方来释放说 接受秦刚请辞 人大职务的消息 但是好像也意味着高层有意将这相关的案件轻轻放下 代表习近平要高举 秦放了吗 美国学者就讲说 这个秦刚能够自己辞去人大代表一职 代表说他在这个可能罪行啊 或是资格上面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起码是整个体制对于秦刚还有一定的善意 对于习近平或是任命他的人的角度来说 并没有把秦刚当成敌人来看待 所以外媒最近都在关注秦刚跟李尚福的一举一动 再来看到这个 现在不给拜登见缝插针的机会 美军好像这个盲刺在争吗 因为看到了这个福建舰 哇有新的消息 就说他们的兵力投射能力 专家学者就解析他们的侧面全景来看门道 那随着这个福建舰 他们测试进程持续的往前推 官方在公布出来他们的这个权舰外貌 国防安全分析的这些专家 就讲说航母是一个大国的象征 海军就是一个移动的国土 到哪里都边 到哪边都跟利益攸关的时候 其实军舰开过去就有威慑的作用 那主要就是舰值美国 还有这个增长舰队阵容 射程越来越长的陆机反舰飞弹 也是提振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底气 除此之外还有大陆的隐形无人机天鹰 首飞的画面也出现了 它的外形看起来有点类似美军的B2轰炸机 那它同时可以装载雷达电子侦察这些设备 然后提高它的侦察能力 目标的这个打击能力都能够提升 感觉好像查打一体化 感觉战力非常的厉害 还有大家也说到了 因为前一阵子布林肯的菜单说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坐在这个餐桌边 你可能就在菜单上 好像逼着盟友们都要选边站 这样的说法让人家听起来很狂 好像也透露出来美国的一个野心 或者是说他们是怎么样 在看待国际政治的 结果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记者 就直接跑到联合国去问这个问题 问联合国的秘书长说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那请问联合国的角色又在哪里啊 如果当美国说出来这个菜单说 就问了这个秘书长非常尴尬 我们来看一看 好 ��� 六月 thingnies ago, Futur Chamber Mr. Blinken said, and I quote,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 a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end of quote. What is the reaction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 on his view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eller Petit ... 我们的观点是这些团队有193个国家的团队 它是重要的 每个国家的团队 都在团队 而在团队 我正在问你 什么团队的团队 似乎你已经答应 团队的团队 在团队的团队 在团队的团队 在团队 真是尴尬极了 所以联合国是那张桌子吗 所以大家是要坐在联合国桌边 还是在餐桌上头吗 事实上最后秘书长的结尾更妙 他就说你不要问一个法国人食物的问题 用餐的问题 赶快扯开话题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更妙的是说 81岁的拜登还嘲讽77岁的川普 他接受脱口秀的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主动还提到年纪 就说我跟川普老得差不多 我81他77 我们老得差不多 还说人家川普记不住老婆名字 现在就是叫做一百步笑五十步 所以让大家觉得也妙了 那更妙的还在后头 他去做了健康检查 感觉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医生啊 觉得他太年轻了 我们来听听 看来他的医生不只是医术高哦 话术也高 是不是很懂得怎么哄他 所以现在在政治上头 敢讲就赢了啦 那再来我们看看 他这样的讲法 也在大陆引发了很热烈的讨论 就说 哇 这个拜登自称是这个 太年轻了 竟然登上微博热搜的第八名 所以大家可能也快听不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讨论度那么高 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在这个密西根州的初选赢了 那有超过十万的选民投下了抗议票 所以感觉上面好像也不见得全然 大家那么想要支持他 他得到了大概三十七万的选票 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点八 那没有异象的人大概是六万张 是占了百分之十三点四 好 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杨老师怎么看 现在这个秦刚跟李尚福消息 秦刚跟李尚福的事情有一阵子了 其实我们外界的人 是没有办法掌握到真实的这个情况 可是西方媒体很喜欢用阴谋论 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 来去解读这个例子 那现在大概清楚知道 那他们其实当然植物被卸下来 但是呢 各自大概反映出 他们各自所犯的这个错误 一定犯错嘛 才会被拉下来 我觉得现在要看 因为在中国大陆就是 它是一个政党专政 共产党专政的这样一个体制 所以作为政治的领导 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跟这个权力 所以你作为这样的领导的时候 如果你稍微一个 这个就是说不注意的话 很可能影响得很深刻的 那当然贪污腐化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回想到我们过去在蒋经国时代的台湾 他就特别重视这一块嘛 很多人就不注意 那就让你离开 对不对 而后来到李登辉之后 台湾的黑金慢慢就整个腐蚀掉台湾的民主政治 那现在日本也是一样 两个情况 第一个 你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 造成派系解散 这是自民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的三大派系完全解散 来回应民意 他过去跟统一教的那个问题 造成安倍进山被刺杀 统一教被视为就是现在的邪教 现在有一个就是大成级的 那他过去解释不经常跟统一教的关系 所以各位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政治人物的这个领导 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很谨慎小心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那这个事情现在告一个段落 至于说这个餐桌跟就是这个菜单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美国人跟西方人看餐桌菜单 他的餐桌是长方形 各位你们看到任何中美之间的谈判 他都是长方形 西式餐桌 在我这边的是我美国跟我美国的盟邦 但其实也就我坐的中间 然后在我对面的就是我的敌人 就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 这些国家 然后这个餐桌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的 这种禁足的场合 那当然是个虚拟的 对不对 但他的思维是如此 至于他旁边那些盟邦 你以为你在餐桌上吗 其实你不过是人家帮你就点好了菜单 你也必须要吃人家给你的套餐 那至于中国呢 中市是圆桌 圆桌就是一种想象式的 就是这个国际体系 是应该是个多级体系 而且很重要 过去没有在做的餐桌上的中国 现在做的餐桌上 而且他要把全球南方都摇到这个餐桌上来做 那这是个原型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共餐 对不对 而不是像西市的那种必须要自己的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中美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认知上面 这个架构的这个差异 以及他对于这个就是说国际体系的认知的差异 而这个差异就很重要 就是说当他变成共餐或者是个子餐的时候 谁到底在菜单里面 谁在菜单里面 当然我可以确定 台湾一定不在餐桌上 这是确定的 太好了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我们最近不断的看到解放军的新的无人机 那这个是刚刚主持人所谈到的天鹰无人机 那天鹰无人机其实最早 它在2018年珠海航展的室外展场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看到这款无人机 但是它在最近完成试飞 试飞成功 那这是最近的一次 那其实我们之前还有在航空母舰上面看到什么 看到攻击11 攻击11其实也就是未来的歼35甚至歼15 它的中辰辽机 而且它可以担任在前线打击的任务 那接下来我们还看到的是飞鸿97 飞鸿97也是无人机 那它其实非常像美军的SQ-58这种女武神的这种无人机 可是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它的无人机在大爆发呢 因为其实它只要解决了DataLink的问题 也就是它的无人机完全是配合着它的作战需求 来无碍的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来看看它对于别人干扰它 它有没有准备呢 它其实有准备 这是在去年的长春航展的时候 它展出这一种RCT-195B的这种数据链跟踪干扰站 其实它跟踪完就是要进行干扰 那它这种干扰的频段 如果由这个天线的像鱼骨天线来看 它的这个频段约略就在UHF频段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说我们前一段时间 美国要卖我们的Link 16加强版的 就在这个频段里面 也就是它准备好要对我们进行干扰 但是事实上这是最近研发出来吗 还偏偏不是 为什么我们看之前 它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是美计胶 它在美计胶上面就已经看到 看到这一款的干扰站 另外我们现在一直在把重点 瞄准在这个福建舰上面 我们有想到只有福建舰吗 其实不只有福建舰 我们最新看到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们4600吨的 076的两栖攻击舰 其实只差我红色框框这一段之外 其他就要合拢完成了 而且它第4艘的075两栖攻击舰 事实上它虽然上面还有一些阴架 但是它也离海事不远 我们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向这个政府提出的最大疑问 好 请教永平姐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中国记者问联合国的秘书长 然后这个餐桌还是菜单的问题 他很尴尬的笑 然后第一个当然他开个玩笑说 这个希望你能够用餐愉快 有好的胃口 那之后他当然就去评论 可是大家看到他评论的蛮尴尬的 我们要注意 中国大陆在这一次 布林肯的这个餐桌跟菜单比喻的这个事件 一连串演发下来的 其实代表了中国大陆 现在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风格的转变 过去中国大陆对于别的批评他 他都是采取一个 我被批评我就强烈反击 我的回应式都是硬邦邦的 然后很多中国的立场 那就是造稿操练 一成不变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经过了这么多轮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就像刚才杨永明教授分析的 他已经有金砖几国的这个底气 然后他又有南方大国的支撑 所以他越来越有底气的结果 他风格的转变 他越来越能够进入西方社会的这种操作 跟一种幽默 那我们看到当布林肯说 这个世界就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是在餐桌上 就是在菜单上 就这个华在第一时间 是被中国大陆 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华春莹 他是外交部的助理部长 然后他还是发言人 他就直接在他们 推特后来转型叫做X上面 他就立刻发了一个言 他说王毅讲的是 外交十字路口上面 然后大家应该要多赢 而不是单赢 结果布林肯却说 你如果不在餐桌上 你就是在菜单上 那请问这两个哲学 你要选哪一个 在现在全世界安全的十字路口上 那当华春莹提出了 对西方的这种灵魂拷问的时候 马上他们的传媒 《环球日报》随棍上说 你看布林肯就是霸权思想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赛局理论 各位看看 以前西方骂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部分 他现在完全回送给 美国布林肯 这个事情说明 中国的底气 他的策略的改变 以及西方世界 你如果还要以民主的人权的 照顾大家的未来 真的不能够像布林肯这样的失言 那当然美国现在更大的危机 确实是拜登的老化 而拜登的老化 是现在民主党心目中最大的痛 所以他虽然没有别的人选可以取代 但是拜登大概会成为 跟川普对决的唯一的候选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 即将在下一个礼拜一 三月四号开幕 就是我们俗称的两会 即将要登场 在两会前夕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新讯息呢 我们看到王沪宁 他主持了全国的大陆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他讲到说要坚持勤俭节约办会 不要铺伤奢华 持续改进汇丰 抓紧 抓紧各项的工作 而另外有一件事情 在民间不断的有一些gossip 有一些流传 有一些八卦 说什么呢 说秦刚已经过世了 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 可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他刚好宣布说有11个人被罢免 其中也包括秦刚 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 他应该还是活在人世间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 这个是由习近平签署 而且已经公布了 从5月1号就会实施了 日经亚洲就分析说 这个规定可能会为中国的外企 外国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并且增加相关的企业负担 而另外拜登就要面对大选了 在年底 那现在他要靠抗中来救选情吗 因为据说他的选情不是太妙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讲了 他说所谓的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一个弥天大谎 美方应该停止污蔑抹黑 严重侵犯了新疆民众的基本人权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一直在指控吗 他们有集中营等等的 点点的 可是中国外交部就说强迫劳动 这个是一个大谎言 这个是美国的阴谋 他企图制造强迫失业 因为如果有强迫劳动 那你这些人就不要去棉花田了 你就强迫他们失业了吗 你是在打击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产业跟供应链吗 而另外我们也来看到 包括美国要加强跟印太伙伴国防的供应链 这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说 这是来自于五角大厦的说法 打算跟日本印度还有印太地区 这些伙伴的国防工业要更加强 要更紧密 因为担心如果中国有什么 一样的威胁性的动作的话 我们这个供应链就可以补上 也就是说在这边制造武器吧 是不是这样子呢 乌尔战争 我们大家看到已经打了两年了 死了很多人 尽管我们看到泽伦斯基说 乌克兰的战事牺牲是3.1万 他是这样讲 可是其实一般认为可能还要更多 拜登就召开了国会紧急会议要讨论 给乌克兰的援助 还有政府关门 因为他怕政府关门 所以为了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要赶快通过赶快给他们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安顾问 苏利文就说 希望共和党还有共和党团小组的政治斗争 你们不要再斗了 希望把这个所谓的600多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法案 赶快投票 赶快通过 赶快交给乌克兰 而另外呢 美国民意又是如何 打了两年 美国人现在如果你问他 他还说对我们支持乌克兰 可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点 意向上面的不同了 他们说是不是能够让 恶乌的和平谈判赶快进行 大概有70%的美国人 认为不要再打仗了 厌恶战情的情绪也升高了 赶快有一个和平方案提出来 让战争赶快落幕 马克宏前两天突然讲了一个话 很多人都打脸他 因为他突然讲说 要升高援助乌克兰 对抗俄国入侵的新措施是什么呢 不惜派遣地面部队到乌克兰 他是法国总统 观众朋友如果法国要把地面部队 送进乌克兰意思是法国人要参战了吗 法国要参战了吗 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就说 我们拜登总统的立场一向很清楚 不会派部队到乌克兰 包括你看到北约的秘书长 包括德国包括英国包括西班牙 波兰捷克匈牙利 斯洛伐克都说没有派兵援助的计划 肖子也讲了不会 克里姆林宫说 如果你北约的成员国要派兵到乌克兰 那么北约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所以为什么马克宏突然会这样讲 我也觉得怪怪的 来 要先回答马克宏问题 还是先回答新疆的问题 都行 好 那我们就先谈一下马克宏 欧洲有一些鹰派的国家 像英国 美国 或者是波兰他们常常谴责法国说 你法国是欧洲的大国 但是你给的武器弹药还有兵 各方面还有钱给乌克兰的最少 你们就是一张嘴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马克宏这次在欧盟的会议 因为是在他的总统府里面召开的 那欧盟的会议就是 我们欧盟没有达成公司 要去支持乌克兰 派兵支持乌克兰 然后但是他说 但是不排除我们北约 因为北约是军事组织 那既然你美国说 这个绝对不能让俄罗斯打胜仗 你英国也这么说 你们每个人都 包括北约的秘书党都这么说 说你们绝对不能够让乌克兰 打败仗 让普丁赢 那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是乌克兰输了 因为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 就是阿夫捷夫卡 这么重要战略城市被打下来 然后俄国已经乘胜追击 现在对马林卡形成了 这个南北的夹击 那相当有可能在几个礼拜左右 很有可能就形成了 这种核伪的成功 那这样的话 这个乌克兰的防线 整个就崩溃了 那所以我们就不能排除 北约应该要介入了 好 他这一讲了以后 这个马克龙就变成欧盟 还有就北约的领导人 他最积极 他比谁都更激进了 那其实他心智肚明 因为他心智肚明 就是北约这些领导人 都是一张嘴 好 当他一讲了以后 这个向老师一听 那还得了 他第一个说 我们没有要派兵 好 拜登也说 我们没有要派兵 所有的人都站出来 说我们没有要派兵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普丁的意志 也就是普丁是可靠的 有信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敢动手 他会打北约 他会打北约 而且如果以正规的武器打北约 普丁打不赢 绝对打不赢 那就是核武 那一定是核武 所以这些国家都很清楚知道 一旦北约跟俄罗斯一旦交战 那一定是核武 所以这些国家马上认手了 马上就归缩了 就缩手了 都缩手了 各位你想 如果今天是责任司机 就一看 每个人都表态了 所以马克龙厉害 他让欧洲的这些国家 全部都把裤子脱掉了 所以他是一个激将法 他激将法 那所有的国家都脱裤子了 脱完裤子了以后 对马克龙来讲 然后你们谁还敢谴责我 我最激进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再谴责了 蛮聪明的 可是每个人都往后退了 那你想 责任司机心里面是不是喊了 很可怜 台独呢 台湾的民众 美国人敢动手吗 北约敢动手吗 日本敢动手吗 都是一张嘴 因为伯恩斯说 今天的中国大陆 比前苏联不知道强大多少 而前苏联又比今天的俄罗斯 不知道强大多少 这就是国际现实 真是可怜的乌克兰人民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请教严老师 美国现在拜登总统的选情 据说是落后的 对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讲说拜登他们也提到 说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那之前就有一位 美国的重量级参议员 他本来有可能会选总统 结果不选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就说美国今天支持乌克兰 还有北约的国家 欧洲国家 至少站在美国这一边 他就问说如果美国要挺台湾 有多少欧洲国家 会站队在美国旁边 就是说也提供武器给我们 他说我好像没有知道 所以我就一直刚才回应 赖老师讲台湾真的要去想想 乌克兰有邦交关系的 他们只能够做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没有邦交的 你去想一想美国能够做到多少 了不起就提供一些武器 一些情报而已 好 那拜登现在面临的问题 最大的当然就是 他的中东政策 力挺以色列 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挑战 包括在密西根才刚选完初选 密西根是全美国阿拉伯裔最多的 他们还选出过巴勒斯坦裔的议员 现在密西根大概有20%的选民 是决定不承诺 就是说也不投反对 也不投另外一个候选人 就是不支持拜登 就不承诺 就是这一批如果今天到了大选的时候 密西根是摇摆州 蓝州 红州 就蓝红之间 他们叫红州 紫色的 那这些如果今天不挺拜登 可能就输掉密西根 搞不好就是因为输掉密西根 输掉大选 就少一票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以巴登问题也好 乌克兰的问题 大家都不希望用兵了 那你说拜登外交上面还有什么好玩 只有玩中国吧 就是继续打抗中牌 但抗中牌其实对他选举没有帮助 但是他没有别的议题好打 因为以色列这边 大家都觉得他不够强硬 那也做不了什么东西 他也怕太强硬以后 这些票跑到川普这边 因为川普是挺以色列的 那乌克兰也是一样 大家也腻了 可是好像今天 如果你今天浪步了 你就变成是 跟着这个川普的脚步走 川普是不想挺乌克兰的 那你好像应该要做一个区隔 也很难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只有这个抗中牌可以打了 所以这个把抗中牌进行到底 应该是未来拜登的走向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兵哥 其实我觉得拜登虽然手上牌真的不多 但是你打抗中牌对他来讲 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好选择 因为如果要讲抗中的话 我看川普的表演会比他更厉害 因为川普过去就很会演这一套 不管他到底会不会真的这样做 至少他会让人家感觉川普抗中是第一把交易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搞这一张牌 恐怕对他没什么好处 但是你会发觉美国不断的就是在老调重弹 像他最近又要加强什么印太伙伴国防供应链 他的印太经济框架才刚刚共骨 不是吗 就是因为你搞不起来 因为美国自己关税不肯让 那你关税不可认的话你的印太经济架 跟我怎么玩 跟我没办法玩 那现在你要搞国防供应链 我老实讲你拉日本印度根本搞不起来 第一个印度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愿意 跟其他国家合作的国家 那日本呢 日本这个国家非常龟毛 他你凡是有任何东西要他把技术输出 他都不要 像之前他本来不是要卖澳洲浅件吗 谈了个半天为什么后来没下文 就是因为澳洲人去跟日本接触之后 发觉日本这个也不肯给 那个也不肯给 什么都不肯要 最好就是 全部都日本照 然后我浅件给你开 但是你什么秘密你都不想知道 所以澳洲后来谈不下去 不是才转合去求美国去卖他核浅件 所以你要找这样的两个国家 作为印太国防供应链的主架构的话 我认为这个架构根本谈不起来 非常困难 但是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心想要这样搞 是喔 大家没有注意到吗 前两天盖拉格来的时候 他希望我们帮美国生产义务流泡 所以美国可能真的是 是想要建构这样一个供应链 但是第一个他是会自己建构 第二个他这样子乱拉队友的这种方式 我不认为能够成 至于现在马克宏开这一炮之后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让 泽伦斯基知道了整个北约的现状 北约的现状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只会打嘴炮 根本不可能真的帮你 而且事实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能够给的钱也都给了 你接下来要再给也没有多少 包括拜登所有这600亿美元法案 这不是现金 这600亿美元是武器 这个武器美国还要慢慢生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生产得出来 所以他的人没之急 谁来帮他解 没人帮他解 所以马克宏其实就是点破了这一点 就是泽伦斯基你任命吧 你现在如果不赶快让局势缓和下来 到最后你自己会倒大门 其实我觉得他就在告诉他这一点 我觉得聪明人 我觉得泽伦斯基不是笨蛋 但他现在就是骑虎南下 我觉得他应该要赶快去了解 形势的险恶 不赶快做决定的话 乌克兰恐怕会很灭顶之灾 是 马克宏这一招也是算是蛮厉害的